你是Netflix的用户吗 未来追剧恐怕必须要看广告咯 Netflix堪称抗议法宝 但最近该公司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财报 却出现跌破众人眼镜的用户数倒退 一口气就流失了20万户 是10年来首次出现付费用户的下滑 预计本季可能要再减200万的用户 将是史上最惨的一年 公司就把矛头指向寄生账户 所以有一亿个家庭看得很开心 却没有付费 他们会加速改善这个问题 而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Netflix关闭了俄罗斯市场 也让他们一口气就损失了当地的70万用户 再加上Disney Plus跟HBO等其他平台的竞争 以及民众为了省钱而退订等因素 就导致用户大量流失 过去一直反对广告的高层也打算妥协 说未来不排除添加广告好增加收入的来源 并维持低价 想看更多按赞加分享